歡迎回到我頻道 Anson有點忙 今天要忙什麼 就是分享一下怎麼幫龜分公母 因為畢竟拍了我的頻道 其實蠻多都是爬蟲、烏龜的影片 那就是好像還沒有介紹龜公母的 那我們今天想說幫龜換水的時候 所以把公母都抓起來 給大家分享一下 我如何去辨別公母呢 首先呢我們看現在影片當中有沒有 其實很明顯的 我們基本上第一個先判斷是去看尾巴 那我們看到左邊的啊 它是不是龜龜 它尾巴特別的粗也特別的長 那你看我們右邊啊 它其實尾巴其實就真的是 短短的一節有沒有 那我們現在把龜龜翻起來 好 這就是我們單純從外觀 如果說剛好今天這家店 它不讓你碰 那你可能只能從水族巷去看的話 那你可以先從這個 初步 先從外觀看尾巴有沒有 比較長一點點 那通常像左邊這隻已經長到這麼誇張 那就是很像第五隻甲有沒有 它就會公龜了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如果說你今天去的店家 他願意讓你把龜抓起來去看公母 那其實很方便 我們就只要把它抓起來翻過來看 那如果說不用翻 你就會看到尾巴這麼長了 那不用講 那一定是空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這一對 好明顯母的比較大隻 那攻的是稍微小隻對不對 我們右手變成攻的 可以翻過來看 我們先看母的好了 這樣裡面比較簡單 母的來講的話 可以看到尾巴其實就是小小的啦 那蟹齒孔有沒有 它其實不會超過這個尾盾這地方 外圍這個地方 那我們看一下公的 我們抓起來翻過來 哇有沒有很明顯 它的肌部啊 尾巴的根部 這地方特別的粗又肥又長 這裡面是他的生殖器 所以我們這樣判斷就可以知道說 這隻明顯就是攻的 那如果他在水裡啊 其實他這個地方會先 有沒有超過這個盾 那其實就攻的了 它蟹齒孔有沒有 這地方又會空 那母的會在這個位置 攻的在這個地方 我們再翻一下那個盾 很明顯有沒有 其實甚至不用拉啦 稍微翻出來 母的很裡面 那你攻的他是怎麼長啊 都沒辦法藏得住 他就是一定這麼大 那還有一點 人家會說 可以看公的蟹甲蟹 我覺得看蟹甲蟹的話 通常是比較建議 但是公規可能是比較成熟的 可能年紀有到一定的時候 那蟹的情況會比較明顯 那像我們這種年輕的小公規啊 他其實蟹甲都還沒有蟹 那分公規啊 通常說是大到一定的程度啦 不要拿那個剛來的苗有沒有 那苗來分的話真的太小了 那這看不出來 但是我是有看過 少數有龜友分享 就是苗類啊 他在眾多苗裡面 就挑出一隻 很明顯看得出來 就是這個地方 他尾巴又比較長 比明顯同胎都長很多 那隻來講 可能機會都蠻大 會是公的啦 但也不見得說 苗其他都很短 就一定是母的 不會 因為他也是要長大後 讓他特徵出來才分得清楚 像我家都小型龜比較多 巨頭色香啊 很快就可以分出公母了 他不用太久 一年就夠了 但屋頂龜啊 他比巨頭色香其實還大隻 他就要分比較長 那像之前我有墨西哥巨蛋啊 它就屬於更大型的龜種 成體可以到三十十公分的 他其實一年多了 也是不好分 一年多時有的 的確會有公龜的特徵出來 但是我也有過 我當初買一對公母 很大隻了 不小隻 大概也 這麼大 這麼大有 公的就已經很明顯了 然後那時候 這個母啊 這尾巴就很短 結果就買回家 就養了一年過後 結果那隻母的竟然變成公的 所以說 龜分公母 第一個是要先看品種 它本身的大小 來斷定說 這個時候分是不是比較適合 不然來講的話 其實都是建議 大到一個程度啊 再去看 都會蠻準的 主要就是看尾巴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啊 一般母龜啊 它就是會比較細一點點 那我們這裡可以看到我們公龜有沒有 明顯就比較粗 又拉很長 有時候你在水書館啊 也可以從這樣去分店 然後就可以跟老闆說 欸 這隻公龜可以打包囉 再看右邊這母龜有沒有 明顯這短蠻多的 尾巴的根部啊 就明顯 公龜是真的比較粗 比較長 那母龜的根部就是比較短 比較細 蠻好認的 那 大家可以去 有時候去水書館 還斷在自己的眼睛 那 那我們今天分工母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那 還有想到什麼 那 我也在上來跟大家分享 那 拜拜囉 好 谢谢大家